不行的 不会的 不可能的 8月7号到9月6号 立秋 我们要讨论什么 风水还有运势 有一些人可以得到很多的风水帮助 可是有一些人真的是 minimum because of the energy force 如果环境有磁场的干扰 不是你放割了水晶 你就可以改变磁场的 绝对不可能的 我跟你讲 不行的 不会的 不可能的 绝对不会的 Trust me OK 风水有它的原理了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去认识风水 好好的去明白自身自己的运 因为人真的是有运的 你还不相信运 你就会盲目的过 我真的可以这么说 不是因为我在帮人家看八字 我这样讲 你如果现在过得还不错 你就觉得是你的能力而成功 我就跟你讲 你没有真正的用你的运 如果你真正的用你的运 你现在不会在这个阶段的 你现在在另外一个层次了 一个人有知识 有格局 有认知 是好事 你可以用这些方法 让你进步 可是你不相信运 这个叫有限的格局 运来了 我们要借 这个天文地理的力量 来辅助我们 你不相信 你就是盲目的冲 跟赌博没有分别 你就盲目的冲 你懂多少人冲 不成功 我们听很多motivation people speak and then they tell you to work on your strength how many people work on their strength and they succeed 十个人里面有九个没有成功 你知道吗 那一个 那一个是因为他的运 那九个是因为很勤劳做同样的事 但等他的运 所以不要小看运 朋友们 真的 你不相信你的运 你不相信运 你就会一世人降过 我就是因为相信运 我没有说因为我相信运 我会变得有钱 因为一个人一世人有多少钱 也是定的 有些一出生就很有钱 为什么 福报啊 他的运啊 那你还不相信运吗 所以相信福人居福地 福地福人居 OK